鄉親父老們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我是瑪莉 我是馬克 今天這個腔調是 沒有今天我想要試試看 用各式各樣不同的發生的地方跟大家說說話 我是覺得今天我一定要非常認真 我要以回最多數量為最高的準則 因為今天看到信箱以後發現真的不行 那個空間有點太窄了 已經快要塞不進去了 對 我為了將來不知道會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必須先做一些準備 好 那就是一樣嘛 以前我們在青春甜甜點的時候 曾經做過好幾集這樣子 就是打電話進來 然後就是十秒鐘之內掛斷 所以我們今天的每一封信就限制十秒 十秒 欸 是十秒還是三秒 因為我之前訪問我跟同學說 我們玩過三秒掛電話 好像是三秒 喂 你好 拜拜 今天 我才說今天我 這封信老D 下一封信 等一下 不行啊 不能這樣啊 不能啊 我才說今天要以速度取勝 你看看這封信 靠 那個是滑滑的油油的附寫紙嗎 不是附寫紙 我都忘了你是紙王 描圖紙 可是是黃色的 給自己點一首愛宜良的空投支票 各位你有空可以點播空投支票 在另外一個Youtube頁面上 馬克瑪莉我是還在室內設計的阿希 上次被瑪莉說字很可愛很高興 感謝你 我今天決定要離職了 這是我第一份正職工作 一畢業就進來 待了三年 我沒有覺得 第一份工作待三年很久欸 可能是產業的關係吧 設計公司的流動率很高 這三年我數過 我有18位同事離職 這樣算很多嗎 蠻多的 同事總共有二十幾個出頭 二十幾個有18個離職 這不是九成嗎 是 我想要離職其實已經超過半年了 這流動力也太大了吧 知道最近很多事情 讓我覺得是時候了 心寒之下 我決定往下一間公司邁進 這個月初我請了一個兩週的假去英國 一方面我覺得需要休假 一方面也想過 我來確認一下 我是想休假呢 還是想離開公司呢 順便想要整理自己這幾年的作品來找工作 沒想到 在我休假期間聽到許多耳語 類似同事覺得 老闆是不是比較喜歡阿騎 讓他有機會去出差啊 我真的是不明白 出差這麼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他們覺得很棒 對 其實我以前沒有出差過的時候 我也覺得出差很棒 但出差過一次以後 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要出差了 甚至有人覺得說 阿騎他的能力可以出差嗎 我聽到覺得非常心寒 雖然知道這些消息 我已經下定決心回國後要離職 但也慶幸自己的決定 決定提出離職 這是我第二次去英國 上次去大概是春天 有太陽很舒服 可是沒有太陽都超冷 有的時候會到零度 這一回我挑了夏天去 沒想到卻遇上了白天超過30度的高溫 天啊沒有地鐵的冷氣 沒有地鐵的冷氣 沒有冷氣的地鐵實在太可怕了 最近倫敦是新聞的常客 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些攻擊事件 其實我整天在外面玩 常常都是台灣朋友LINE說 欸欸欸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有頭條 沒事吧沒事吧 希望那些離去的人可以安息 受到傷害的人可以復原 我這一次去呢居然遇到了路邊的搭訕 好像是華人移民的第二代吧 基本上不會說中文會一點粵語啊 但這個人感覺怪怪的啊 他還一直跟我說 I really love you Why are you so beautiful Why are you so beautiful 甚至問我說 你有問過你媽媽為什麼你這麼beautiful嗎 哇天啊誰受得了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搭訕是變態 但是我又在大街上跟他聊了大概半個小時 你為什麼要跟別人聊這麼久我不理解 可能因為出國玩到閒的時間很多 然後我就覺得你一直問我問題 我不甘示弱啊 我也要問你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一個房屋仲介 在市中心工作 我還去網路上找到他的公司 然後還有他這個人的基本資料等等之類的 但想起來他還真是蠻沒有禮貌的 他問我說 你跟你全然有有很多小孩嗎 蛤 我說當然沒有啊為什麼你這樣問 因為如果我是你蠻有 我想跟你生40個啦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狂撩妹就對了 雖然我告訴他 我一個都不想生 我討厭小孩 然後他就無言了 馬上換下一個話題 但是聊到這邊我就很確定 我知道了 我遇到的是大街約炮 就是搭訕嘛 就是得著搭訕目標就是要約炮啊 對啊 地點是在Liberty旁的路上 因為那邊人來人往人非常的多 我才敢在路邊跟他聊這麼多廢話 雖然他一直邀請我去喝五分鐘的咖啡 但誰相信咖啡只會喝五分鐘呢 而且天氣這麼熱 他還有心情在大馬路上約炮 也是蠻有創意的 因為太怪了 所以我一邊講話一邊看旁邊說 有攝影機嗎 是在整人節目嗎 等等之類的 最近因為我過兩天 就要離開倫敦回國了 就跟他交換了我過兩天 再也不會使用的英國號碼 而且我跟他道別的時候 他一直用非常誇張的肢體動作 有點像這個 這個要怎麼講啊 反正就是最近很紅的那個潮流動作 有點就是要把頭埋進你的手肘裡面 然後大喊 Aki!Aki! 什麼啊 一直喊一直喊 他覺得真的是在路上嘟裡有笑耶 那樣子 好的 下次見想你們喔 這一封信呢 來自於老滴的信 老滴在停播當天沒有辦法到場 但是還好一週年的紀念會 追思紀念會有買到票 3月18號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去 出門拖到了最後一刻 結果到場的時候外面大排長龍 入場後看到一樓幾乎都要坐滿了 我就直覺想說 那就往上走吧 莫非 離一樓舞台比較遠也沒關係 你就是 我就是這樣無心的舉動 讓我們兩個變成馬克口中 你們就是混入貴族的平民 當馬克說 有平民混入貴族喔 我們才驚覺到說 其實有兩種票價 我們居然走錯了 其實當天應該要宣傳說 我們在指引進場的時候 應該也要說這一區是貴族 有啊在指引進場的時候有說啊 就是上面那區是貴族區 如果你不適請不要上去 對啊對啊 環顧二樓有很多人沒有位置 應該有不曉平民走錯了 臉皮很薄的我們 不願意成為一開場的焦點 所以就 欸你不動 我也不動 因為現在如果那時候 一講站起來大家要找 平民 平民給我下來下來 好就若無其事的繼續保持 坐在二樓 可是我們沒有佔用到平台座位喔 我們沒有我們沒有 心中就想到一個很好的 推脫的理由就是 如果我們被發現 我們就要說 阿會場就沒有區分 沒有專門導引標示嗎 阿我怎麼知道 雖然呢 心中有藉口的想法 但是正直的我們 還是覺得很愧疚 決定 如果在結束前 都沒有被發現的話 我們就要把票的差價寫信 兩人升級貴族 四百乘以二 再加上額外的抖內兩百元 我們就抖內一千 好多喔 太多了吧 回到那一週年的現場 本來以為呢 未成年主張可能會很軟 結果第一位阿信上台 自帶配樂 喊話又挺腰 I know I need to be 頭後癢 根本就完全呈現了V6的校園風神榜 讓大叔我好感動 接下來的Live版馬克信箱更是沒話說 控場跟完美的即興反應 真不愧是長青級的主持人 劉水障寫到這邊 那個時候呢 他就想說我參加完這場 我就一定要寫信 然後呢 因為晚上排隊 就是我們結束以後排隊實在排太長了 太長了 他們呢就還有時間走到對面敦煌書局 去逛了一圈 去逛了一圈發現敦煌書局沒賣性質 然後又回來發現人還是一樣長 最後呢拍完照以後 就馬上直奔Muji去買了信紙 才有我們現在手上的這一封信 為了迎合馬克的取向 金錢與信愛不可以少 金錢斗內在這一封信封裡面 交給教母打開 斗內 你要小心喔 你要看那個那個 我不用剪刀 你驅光你驅光看著不要撕到錢喔 四位小朋友好開心喔 銀鈴呢 忘記哪了 鈴鈴鈴鈴 你用打蛇 快點打蛇是很有誠意的鈴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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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酷啊 敷衍 這就是人做錯事情的時候 會加倍的說 哇好棒啊好棒 明明就是想要平息另外一個人的怒氣 根本就是一眼被看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重點來囉 要迎合我的取向 所以除了金錢之外還要有 信紙拿他付了他一顆陰毛給你 不要隨便付毛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喜歡性愛 我不喜歡你的毛 你要付就附裸照可以接受 好不好 性愛的部分我要來說說了 其實就是我與婚前的女友相識 交和的相愛的過程 我先把空調打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是在品酒會上面認識的 不過呢不是發生在品酒日當天 是那一天之後呢我們就有了彼此的聯絡方式 時不時的就會聊LINE 也單獨出去看過電影 漸漸的有為曖昧的感覺 欸品酒會感覺真的是一個蠻不錯認識人的方式 你又不喝酒 可是因為我不喝酒所以我沒辦法參加 對啊 對啊 所以每次那個郁姐愛在辦品酒會的時候 我心裡就想 喔 解愛 解愛是什麼啦 郁姐愛啊 今天我的目標是 喔 就像那個日文有沒有 玉果子 おかし 那其實它就是果子嘛 嗯 對啊 解愛 請繼續 某一天的颱風夜 我接到了她的電話 電話裡面說 嘿 嘿我剛好開車在附近繞繞 可以到你家坐一下嗎 好直的直球喔 太直了吧 這沒有接到就喔 畜生球 真的欸 我從來沒有接過吳瑪莉說 我開車在你家附近繞繞 我很常在你家附近繞繞啊 也對喔 我很常跟你這樣講 我在你家附近欸 也是齁 對啊 原來你一直丟直球給我 你一直想要現身給我 我就沒有意識到嗎 其實你接過很多這樣的球 原來你要先反省你自己根本GAP到這樣的球 可是你知道颱風夜是一個真的非常催情的日子 颱風真的非常非常 後面咻咻狗 還在那裡在嘰嘰狗 欸颱風外面咻咻狗 裡面啊啊叫 你不知道颱風夜就是做愛夜 有這說法 颱風夜是做愛夜 你不信你去問你的朋友 我Google喔 你不用Google 颱風夜做愛夜 你問你的朋友 你問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不是在颱風的時候幹的特別爽 我現在就打 颱風夜是做愛夜嗎 我就跟你講不要Google啦 不是我是說在Line群組裡面問我朋友說颱風夜是做愛夜嗎 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沒頭沒有問這個怎樣 尤其如果 那我打通常來說 尤其如果隔天又是放颱風假的話 喔那一天晚上喔 叮叮叮叮叮喔 擦溪人 受不了 我會把你嚇唧喔 你叫得再大聲都不會有人理你 因為外面也呼呼呼咻咻咻咻 你裡面也阿阿阿喔喔 擦溪人 我呢租屋在外的室友 剛好出國了出差 抽屜裡面也有保險套 why not 於是呢就演變成 孤男寡女在颱風夜晚 並肩坐著看電視聊天 你知道我朋友回什麼嗎 什麼 不是泡麵夜嗎 哈哈哈 颱風夜 泡麵夜比較合理 颱風夜就是在吃乾糧的日子阿 請繼續 我在看其他人回應 目前是回應1 莫非你要逼我講出我親身經歷嗎 你繼續回 已經忘了是哪個颱風 可是隔天是有放颱風假的 我們電視看著看著過了12點 如果是灰姑娘的話 魔法都要消失了 不過我身旁的女孩 第二個回應了 怎麼樣 熱死了誰要做愛 蛤 我們再等第三個 不過我身旁的女孩 完全沒有想要離開的感覺 看到這一定會說 拜託 颱風大風大雨 要人離開有多危險 不是阿 是她沒有要離開阿 你在說什麼 但那時其實風雨很小 而且她是開車來的耶 所以這個時候我慌了 我想請PTT的西斯版 男女版資深鄉民的 尊尊教誨 欸女生都做球了 你還不殺嗎 於是基於男生應該要主動的利潤基礎下 我就穩了上去 一開始她稍微有些矜持 之後有所回應後 你們應該是品酒會認識 當時應該是開了幾瓶酒的狀態吧 沒有不是當天阿 我說後來 那個氣氛應該是不錯的阿 之後她有所回應後 我就更 我就更大膽的 進一步 將手伸進衣服內 接著公主抱進房間囉 隔天颱風假 接著是星期六星期天 這女孩就一直待在我床上 喔不是是我家 連續待了三天呢 哇 後續發展是我們各自思考 是否要在一起 因為那個時候我單身了五年 期間呢 雖然也有認識不少女孩 但常常想太多 或是沒有感覺 就沒有更進一步的念頭 但在這個颱風夜的契機下 我也勇敢地排除了 對未來過多的負面想像 試著交往相戀 也證明這個決定是對的 在交往兩年多後呢 不會是她現在是你老婆了吧 她是老婆啊 她是老婆啊 在去年的三月結婚了 還養了兩隻很可愛的貓 她附上了貓的照片 真的很可愛喔 哇還喜霧面的 好可愛喔 床呢也從原本的颱風天 米蝶 什麼米蝶 米蝶 米蝶 什麼米蝶 這隻貓啊 這隻貓是米蝶 你認識這隻貓喔 我記得我見過 那我見過你們吧 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有個聽眾也是 我有看過他的貓 叫米蝶啊 很小隻 我有記錯嗎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的這個故事 因為我看過你 以後我再看到你的話 再看到你太太的樣子 很棒啊 我就想到那個颱風夜 颱風夜交纏啊 你的老婆在台北 弟弟攏攏攏攏攏 不是攏攏攏攏 然後攏去人家啊 對 颱風夜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 真的很棒 颱風夜這個 要murmur幾次啊 排名的話 我真的就是 我很喜歡颱風 我真的很喜歡颱風 這一週的標題 是不是颱風夜做愛夜 應該不是吧 可能會是 我真的很喜歡颱風啊 你會以為我們在聊以前 團體颱風 床也從原本的颱風天 可以兩人交疊的單人床 變成現在 會嫌對方靠太近 很熱的雙人床 然後呢 次數從一天一次 變成一週一次 回想那一夜 我老婆都說 是我騙她上床 但仔細想想 颱風天開車來 到半夜死不離開 我怎麼想 欸欸欸 你這什麼態度 什麼叫死不離開 有點過分啊 就是我才是 掉進陷阱的人吧 本來要在活動的隔天 寫完祭出 可是都陷在海拉魯世界 你知道海拉魯世界 是哪裡嗎 任天堂switch裡面 薩爾達傳說裡面的世界 這一次就先寫到這了 下次再分享去 東非大草原度蜜月的 另類蜜月旅行吧 好隨興就附上兩隻貓的照片 牠們叫做 BOOTS跟米蝶 你想起來牠是誰了嗎 我記得我看過一隻貓 我印象中牠叫米蝶 除非我記錯 沒錯 牠真的就叫米蝶啊 嗯 那你記得第一是誰 老第一是誰了嗎 就是一對夫妻啊 他們真的是夫妻帶著貓 嗯 嗯 就這樣 對啊 因為我對於牠帶著貓的印象 大過於牠們兩個 因為牠們那隻貓非常的小 我只怕我記錯那隻貓的名字 其實牠們不是米蝶罷嗎 是的 就是米蝶 馬克馬力前幾天跟國中國小的學弟妹練球 聽到了一些關於現在國小生的事情 我震驚到必須寫信 當時國小生在討論班上同學要如何反抗老師 學妹A就說 XXX老師很討厭 我們班男生就一起把課本全部撕爛 我就問他說 蛤 那他們上課的時候不就沒有課本可以用了嗎 學妹A說 對啊 我們還會一起把椅子丟到講台上 我就說 這樣不太好吧 可是學弟妹好像覺得那沒什麼 就說 我們班男生還會拿寶特瓶裝水 裡面加很多肥皂泡泡 然後夾在胯下去噴別的老師 這是一間什麼樣的學校啊 對啊 我聽到這裡除了傻傻的看著他們之外 說不出什麼話來 過了一回才跟他們說 那你們不要學他們噢 不要學噢 只能說現在的小學生也太可怕了吧 回想起我國小一年級乖到像蠢蛋 有一次在補習班 睡個午覺 睡個午覺 老師叫大家 閉眼睛睡覺 但我一點睡意都沒有 就睜著眼睛躺在睡袋裡 可是我沒有干擾身旁的同學 也沒有講話 也沒有做怪 我只是張開眼睛 老師就叫我起來法戰 說因為你沒有閉上眼睛 對 國小老師都很莫名其妙 我沒吵別人 我沒有在那邊齊齊酥酥 突然不是 你是染上了突然情緒爆章 因為我想到我那時候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就坐在那邊 我沒有幹嘛 我就不想睡午覺 然後我就把手這樣 就是那個 就是用手指圈入了 蝙蝠俠 我就這樣子而已耶 然後就被懲罰 你為什麼不睡午覺 我不想睡啊 對啊 為什麼 我不知道現在的老師 會不會好一點 我希望就是新一代的老師 應該可以 多多的就是包容跟理解一下 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做一樣的動作 雖然在學校 的確是要規訓我們 就是要培養我們一些 就是生活習慣 可是並不是要把我們就是 變成每一個都一成不變 一定要這樣 對啊 法戰的時候我覺得很難過 然後也不敢跟媽媽講 因為當時我覺得 在學校被罰證 就等於做錯事 做錯事 就等於不乖 所以講了就要被罵 我一直到長大之後 才會發現 其實沒閉眼睛 就被罰證 這件事情根本不合理啊 有一次閒聊 我跟媽媽提起這件事情 媽媽還說 如果當時你跟我說 我就會去找班主任理論啊 關於那家補習班 不合理的事情 還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是個過敏兒 鼻子過敏就會 哈啾哈啾 鼻水流不停 有一天上課 我自己的衛生紙醒完了 老師就把教室裡的衛生紙 放到我的桌上 讓我醒鼻涕 結果班主任經過時 看到我桌上的衛生紙 又看我一手拿的衛生紙 壓在鼻子上 就問我說 欸你流鼻血了喔 我搖了搖頭 用很重的鼻音回他說 沒有我流鼻涕 主任就說 下次自己帶 靠北 你北就是自己帶的 130張都抽完了 借用一下你們的是怎樣 奇怪你們的衛生紙 是有香精還是鍍銀 嘿嘿嘿 那家補習班 在我國中時就到了 呵呵 不意外 瓜法的來信 他在這邊要向國小老師們 獻上最高的敬意 敬意 離別 剛剛我們聽完了 親愛的老滴的來信 老滴的老婆也寫了一封信喔 他這封信呢 本來想要寫 跟老滴交往的過程 但是呢 被老滴搶走了這個主題 我不知道他會寫出什麼 畢竟呢 他都對外宣稱 是我勾引他上床的 好 再跳 我要進入主題囉 原本的主題被搶走 所以我就來說說前男友吧 蛤 跟老公一起寄來的信 我就來老公說說我們交往的過程 那我就 我就來說說前男友 吧 什麼心態 前男友 H 蛤 差點講出不該講的 誰 嗯 修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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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h 一北一南 遠距離交往了四年 交往時呢 我是個普通的上班族 Hugh因為 因為當完兵才念研究所 所以他是個學生 全職的學生 兩個人年紀都是二五二六 跟雙方的家庭接觸很多 其實到了後期 我已經直接稱呼 Hugh的父母為爸跟媽了 爸爸媽媽 交往久了就會知道 要碰到的就是 兩個人到底適合與否呢 可是習慣又會讓我分不清楚 尤其當已經借了試婚年齡的時候 對方的家人也對你很好的時候 你會更看不清楚 到底是適合呢 還是不適合呢 那真的是愛嗎 還是是習慣呢 我 就和大部分很爛的人一樣 劈腿了 劈腿了 Hugh不適合 可是 Hugh好像很適合結婚 總之呢 我那個時候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在衝擊著自己 在交往的第四年呢 Hugh他畢業了 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 大家就這樣啊 順水推舟啊 就說 結婚囉結婚囉 結婚結婚 但在訂婚前 我和家人提出了 我不想結婚的想法 只是家人覺得 無病身癮喔 鬧脾氣喔 賣腦啦 婚前恐懼症 對啊 說沒有什麼事不能解決啦 兩個人要一起努力啊 這樣子 於是我的矛盾就被壓了下來 訂婚以後呢 我就和劈腿對象斷了聯繫 告訴自己說 以後就是要和Hugh過一輩子囉 故事終於要來到重點了 時間 來到了婚禮的前一週 一週耶 你是落跑新娘耶 你們兩個故事也太精采了吧 真的耶 你看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 他就是會把握機會 比較大的 對啊 颱風也真的很快 好了 週末時 Hugh突然下來找我 一進房間 就哭著跪下跟我說 他劈腿了 欸是Hugh講的耶 他不想結婚 我不想結婚了 我最近都睡不好 想到交往時我打過他巴掌 而且我說過 就算我們結婚也會離婚的話 並說 我沒有第三者 我只是不想結婚 對 欸我當時也是和你們一樣傻眼 嗯 而且我沒有印象 我有打過他巴掌啊 嗯 但是Hugh說得很認真 而且他說他覺得很痛 哼 原諒我的記憶很差 四年前的對話我只記得這些 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超級驚恐的耶 想說嘿嘿嘿 還有一個禮拜就要宴客了耶 但如果你原本就這麼不確定 你不會是鬆一口氣嗎 可是因為 可是因為一個禮拜就要宴客耶 我那些婚紗什麼 其實都做完了啊 喔 餅什麼都 頭正已經要洗完了耶 已經剩吹頭髮而已了耶 你現在是在演哪出哈 總之我那時也說了很多安撫Hugh的話 希望我們兩個人可以一起努力之類的 安撫好Hugh送他去高鐵 欸 他信今天就寫到這邊而已耶 搞屁啦 你下次寫啦 我們會忘記啦 個性很糟糕耶 怎麼會這樣啊你 不是我們真的會忘記啊 下次又要前情提要 我們就好 真的耶 你自己 自己在 你自己好好反省耶 個性是不是很糟糕 你自己在 你自己在這篇馬克信箱下面 回應留言把他打完 這樣更羞恥 就大家都知道他的帳號耶 就大家說什麼故事到這樣 下面有是不是 馬上去滑這樣 後面的故事呢 大概就是婚禮延期啦 婚禮取消啦 以及我覺得 對不起Hugh 又覺得 Hugh很王八的故事 欸好 好流水帳的感覺喔 希望你們不要覺得無趣 很有趣啊 但你要講完啊 但我覺得他也沒有很王八 他應該也是 希望瑪莉馬克永遠開心 這是我爸在婚禮前 送給我的一句話 希望你們也一起開心 住一 我和老滴交往了兩年半 結婚一年 現在是兩人兩貓四口之家 住二 老滴也是天蠍座 第一喜歡的是姓 第二喜歡的是錢 哇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封信來自於小蜜桃 我要進行告解 我的舊手機 有登入著男友的臉書跟IG 嗯哼 我不停地監督它 並過濾資訊 這樣的行為 已經超過半年了 哇喔 因為我的不安全感跟嫉妒 在跟男友交往前 他有時候會提到 他欣賞的女生有哪些特點 嗯 雖然交往後 男友說講那些話 是為了試探我的感情 嗯 他試探成功了 他知道我的感情了 但是他安插了 不安因素在我的心裡 嗯 尤其是一名學姐R 更成為我的心魔 嗯 R是我們中文系公認的才女 文章投稿 常獲大小獎 也是我曾經敬佩的對象 嗯 可是在我跟男友交往之後 R就不讓我追蹤他的IG了 即使生活中還是會一起吃飯 但是有三個讓他成為我心魔的原因 喔 說說 一 男友覺得R的文章寫得非常的好 在臉書上 兩個人常常互相留言稱讚對方的文筆 因為男友是系上公認的才子 喔 男友還會反而績笑我的文章 跟小學生一樣 嗯 即使我的作品已經入選得獎了 嗯 二 男友說R穿花裙很漂亮 我穿不漂亮 蛤 三 R的IG很愛發低胸肉乳溝的晃動照 蛤 R說自己性飢渴 蛤 他是一個 才女 性飢渴的才女 天啊 每個男生夢寐以求的組合啊 所以我只要看到R的動態 一定會先審閱再裁決是否要去檢舉 幹嘛要檢舉人家啊 晃動乳溝怎麼了 我不喜歡搖來搖去的感覺 我會暈 我怕我男友暈船 不是啊 那是你的問題啊 跟你們告解完之後 我會登出我男友的臉書跟IG 我想結束這種生活了 也想好好治療自己 嗯 好 我要邁入下一個歲數了 我希望未來的一歲裡 我可以不再受我的心魔R的干擾 好好生活 也能重拾我已經膽怯而收起的筆 繼續寫作 也謝謝R 是R的存在讓我能面對自己 他的才能出眾 讓我看見自己的潛力 讓我拿起筆來 括號 我還是很討厭他 好 他說我會登出 謝謝你們聽我的告解 小蜜桃 這一封很可愛的卡片 新年賀卡 來自於CINDY 她第二次寫信給我們 嗯 第一次寫信的時候呢 是兩年前要去北京讀書的時候 嗯 覺得那時候沒辦法每晚聽青春點一點 所以寫信來告別 記得最後一集的時候 我在北京翻牆 還有Facebook倒數直播 你們的聲音 相信對很多異地生活的人來說 是一種聯繫自己與台灣的精神寄託 謝謝你們 今年呢 我到美國進行訪問學者計畫 每週三是和指導教授與博士生門的seminar 壓力非常大 但每次結束討論回到家 剛好差不多就是YouTube上傳馬克信箱的時間 然後我就會聽著你們的聲音 和點友們喜怒哀樂的故事睡著 覺得非常療癒 我現在在Austin 前幾天很難得下了一場小雪 對德州來說非常罕見 Austin是很宜居的城市 這裡又被稱作是音樂之都 幾乎每晚 只要你願意 就可以帶著美國音樂靈魂 走到街頭任何一家餐廳 聽歌 小酌 從北京到Austin 兩種差異極大的留學生活 讓我多了很多理所不當然的自省 當我和美國人一起過萬聖節感恩節 或是只是他們日常到不行的生活習慣的時候 即使以前看了再多的美劇 讀了再多的書 舉止儀態表現 得跟當地人一樣 但是我內心的感受和理解的意義 絕對不可能與他們相同 因此 在美國不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 因為我的心態就是包容與尊重不同文化 從中學習和思考 但在北京的時候喔 因為語言文化相近 加上身份認同的問題 反而在 我跟你們一樣 我跟你們不一樣的心態 和眼光上不停的轉換 因而批評和質疑 大過於尊重和包容 總之 理解價值或偏好 真的很重要 去詢問內心喜歡 和批判的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這樣講是不是太抽象了呢 希望以後能分享實際一點的故事 祝你們都好 在PCL Library的UT Austin的Cindy 我有一個學弟也在Austin耶 他也在念博班 你要介紹他們認識嗎 對 可以問問看 說你認不認識Cindy這樣子 馬克馬力 馬力有答對嗎 沒有 我的力是美麗的力 你們好 我是Howell或Howell 我是因為小熱唱認識你們的唷 所以我蠻新的典友 我覺得每一集馬克信箱都好好聽 而且你們可以回覆每一封信 好厲害 我有時候聽別人的信 都會覺得天啊 你寫這個別人怎麼回覆 我們都可以回覆這樣子 其實我們就是念出來 我也從你們的影集 發現不同的世界 覺得好神奇喔 我們都在台灣 但每個人生活 都讓我覺得好驚訝喔 包容尊重 我要講我的故事 我在升高20的時候 遇到一個新的男同學 男同學大方又善良 一點點幽默 一點點笨拙喔 過一陣子觀察他 發現天啊 這個男生好懂衣服的品味喔 課業也管理得很好 又會彈吉他 我覺得這個男生不錯 所以蠻喜歡他的 但問題就是我很害羞 加上我喜歡他 所以我就更害羞了 他的座位在我的前面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 偶爾會痴痴的望著他 痴痴的愛 有時候他不小心轉頭 喔對到眼我快嚇死了 我心裡想說討厭 好好上課 你幹嘛轉頭 討厭討厭 不知不覺這樣的狀況 一學期就過了 中間是有交談過啦 比如說我在飲水機 裝水的時候 他也裝水 然後巴拉巴拉等等之類的 當時呢他裝完水之後 我朋友也順便跟他一起走 我不知道我朋友 跟他在聊什麼 朋友也上一起走 我朋友就問他說 欸誰是你的閨蜜啊 還是他是你的機友呢 反正就聊聊聊聊 我的朋友竟然好死不死的 問他說 這個在聊什麼啦 來性的人是不是高中生 對 包容尊重 高中就是喜歡寫一些 就是蝦漆喇叭 什麼都要寫 不是就是你在敘述一件事情 然後那個 人稱其實要固定一下 誰問 那個人 那個他是他 還是那個他又變他了 等等之類的 反正可能他朋友 問了一些問題 讓他覺得很尷尬 他也很尷尬 就這樣 反正他的故事只是表達說 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OK 分享完故事之後 那我是想問 一 如何跟喜歡的人鎮靜的交談 哇 這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好像其實看起來不太鎮定的 你是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所以 以後你老屁股你就會很鎮定 你就是在好好的鎮定 在那之前你就享受你自己不鎮定的樣子 這一個建議的前提 都還是就是 你本質是可愛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上真的很現實啦 就如果你是 那如果他不可愛 要如何鎮定的跟別人交談 不可愛 要怎麼樣鎮定跟別人交談 就是你必須要 就是自己要很有自信啊 有時候是 雖然說的人很難是 兼具自信的耶 對 就是那個 那個心就是 當你放了太多 啊我就是管不住我的心 人就是要學習管住自己的心啊 就是當你把一件事情看得太重的時候 你就是得失心太重 不管是人還是事情 這不是很矛盾嗎 當我對他的感情沒有得失心了 我也就不害羞了 是啊 所以就是你要告訴自己說 沒有我不在意他 就一切都是OK的 就是我不在意 這個世界上我應該在意的 就只有我自己 嗯 不要把其他的事情 身外之物 人跟人的感情 然後對事情 對考試什麼 都不要放得這麼重 你越重你就會越害怕 有害怕就有得失心 有得失心你就會失常 你本來平常可能就已經很奇怪了 你在失常還得了 哦然後這封信 Howell或Howell的煩惱師 他是 他看起來像是高中生 然後呢 他是同志朋友 那可能在探索的階段 因為剛剛他朋友在問問他說 你是不是基友什麼的 可能就是那個會讓人家覺得 有點慌張 對啊 被拆穿 那在這種探索的時期 我要如何知道 這個男生有沒有意願 是想跟我講話的 是 會想認識我的 可是因為在高中時期 以前叔叔那個年紀 跟現在你們這個年紀 應該已經不太一樣了吧 因為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我還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真的沒有 出櫃的同志朋友 會有一些 會從國中 從國中高中 當然會有一些比較 女性化的 比較陰柔一點 比較陰柔的男生朋友 可是我們不會去想說 他是gay這件事情 嗯 我們就彼此開玩笑啊 就以前我的名字 最後一個字就是gay啊 所以我們就gay還gay去 歐馬gay 歐馬gay 對啊 就是普通朋友啊 然後呢 他在信後面 非常可愛 他還把那個 他覺得很可愛的 那個男生的照片 印出來 問我說 站在前面那個人 就是他的照片 我好希望他也喜歡我 那你看一下他的照片 我的眼光應該還可以吧 孩子 不需要在乎 對啊不用在乎 別人覺得你喜歡的人 那個怎麼樣 你喜歡就你喜歡 跟我們 跟其他人 都沒有關係的 小小高中生 就抖內20塊 這對他來說是 非常大的一筆錢 你知道嗎 我覺得還好啦 收到了聖誕卡片 Winsey說聖誕快樂 早早祭出 希望可以在12月25號收到 並且被唸出 Sorry 已經過了快半年了 我覺得以後大家 就不要期待這樣的事情 對阿,他說永遠都會支持青春點點點還有歐馬克頻道 還有一封明信片呢 從中國寄來的,很久沒聽馬克信箱了 因為我正在中國交換 有時候懶得翻牆上youtube 我好喜歡你們喔,他是普亭 普亭寄的這個地方是哪裡阿 喀納斯河東雲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哪裡耶 喀納斯是一座山是不是 很美耶,像仙境一樣的山 對,中國第一大物博 親愛的馬克安瑪莉 最近一次看的卡通是什麼呢? 啊,不好意思,獵人 佩佩珠 你最近看佩佩珠 啊,就是我覺得朋友家的小孩就是很愛看佩佩珠 然後佩佩珠的迪喬治 你們有注意到佩佩珠的爸爸媽媽 他的那個臉,豬的臉他們大部分都畫圓 可是爺爺跟奶奶下方不畫圓 畫一個有點像花碼頭的波浪 那個波浪就是爺爺奶奶皮鬆了 哈 哈 小丸子的學校辦了寫信舟的活動 三年級的他們呢,就是校內郵局 全校師生的信,全部都會集中給三年級 喔,好可愛喔 我覺得這個好棒喔 對啊 然後呢,你們就要做這個制式的信件製作 然後你們要蓋郵戳 然後你們要送到每一個人手中 大家呢,就要分工合作完成這樣的活動 我以前怎麼沒有這麼有趣的活動啊 對啊 這個很棒耶,對啊 以前國高中呢,都會有感恩樂的活動 口號是 感謝有你,有你真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啊 所以說呢,到了某個年紀的孩子 會齒於太熱衷參加學校的事務 不過,若是可以在小時候的群體生活 能夠有這種體驗就真的太美好了 嗯 觀看過綜藝玩很大 第一集就對瑪莉的成長驚訝連連 蛤? Number one 口水病 是的 以前聽到屁孩蛇吻就會乾嘔的你 竟然瘋狂的吐口水 還被KID大讚口水很有腐蝕性 那時候我是真的很想吐 不是 在這邊要跟人家講一下 口水病是 他不喜歡聽到跟看到別人的口水 他自己吐出來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那個時候是別人吐在我的手上 我會很崩潰 對啊 但因為是我吐在別人的手上 對啊 可是你靠近你還是會壓力很大啊 你說靠近誰 就是 靠近你的口水 不是 因為那個一直很緊湊的關卡 所以他的手可能已經沾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的口水 在上面 那期間你又沒有空去洗手 第二 腳趾病 在三國志裡面 還是不讓人看到腳趾頭 可是 你的腳竟然拓在了肚立頭上 可見你們就知道 我有多怕在玩很大裡面被罵 攝影機清楚拍到瑪莉的淡藍色指甲 我驚恐的告訴男友瑪莉的影機 但是他不是點友 所以我只能在這裡宣洩了 瑪莉 你 變 了 這沒有變我現在還是非常討厭露出我的腳趾頭 不知道這個轉變會不會出現在危機百科上 我想應該不會 因為我們的危機條目被大力的整頓了 最近沉蒙啤酒肥花的錄音檔 2015年7月18號的馬克縣香裡 瑪莉被馬克發現不會哼青春點點的片頭音樂 即使馬克十年覺得很膩 但瑪莉會哼成超級瑪莉歐 要一口 目 我真的哼不出來欸 怎麼會這樣啊 太難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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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動感甜美華麗 文字是可以來一下前面噹噹噹噹 我都已經唱過一字你還是沒辦法 你以為每個人學習力都很強喔 你以為每個人學習力都很強喔 另外同期馬克大喊信即可 就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信 不像現在信很多這樣子 非常快樂 就是用一個明信片撐過去啊 就是兩三瘋要撐兩個小時 的歲月實在是好可怕 我已經忘記了啊 這兩件事都很適合寫入危機推薦大家 分享怪癖我喜歡捷運大樓電梯 挖完兒時的手指味道 還有任何食物在外面走跳過的衣服襪子 不准上床 目前就這樣 所以他的怪癖是捷運大樓電梯 挖完兒時的手指味 還有所有食物 以及在外面走跳過的衣服襪子 都不准上床 我知道瑪莉治好了多年影集 以及蛤蟆病之後 有沒有別的症狀啊 我沒有治好 我就說我還是很討厭 只是那是你的工作啊 就是那是工作不得不做這件事情 注意身體 下封信再見囉 愛你們也愛馬克信箱 也愛原本的青春點點點 持續關心 民旦中希望有寬廣的好地點 阿我們舉辦完啦 喔耶 追思慧的影片即將要上架 請各位密切鎖定這一個頻道喔 這是什麼 欸這封信來自於佩佩珠欸 呼好巧 這是什麼壁值啊 看看 10 pounds 我們之前做那個啊 10 pounds 我們之前做什麼 我們之前有做過 一起就是馬克信箱精華版啊 上面不是一開頭就寫 10 pounds 有這件事情 唉好吧 原來這個頻道就是我一個人自嗨 哈哈哈哈 胡瑪莉根本不在意我們做過了些什麼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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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於Rita的信件 之前有個聽眾分享過 他喜歡在一段旅行當中一直重複放同一首歌 所以旅行結束之後只要煩工作很累的時候 我再聽那首歌就可以想起旅行中放鬆的感覺 前一段時間我就在別的地方實習 因為搞不定那邊的sim卡 租屋處有沒有WiFi 所以每週四上班的時候 我就會先在公司下載好馬克信箱最新一集 你很棒 忍到禮拜五下班時候 我就買點啤酒 香腸 麵包 邊吃邊聽 好有生活情緒喔 接下來一整週我就會重複聽 早上聽 晚上吃飯聽 甚至調了30分鐘倒數計時 我就讓自己聽到睡著 哇 我們的那個點閱率都是來自於你的貢獻 很感恩 很感恩 真的耶 明年就要畢業了 本來他看到 hashtag 人生好男的真文活動 我想要發問說 應該要繼續念研究所還是找工作呢 後來想想 這自己的問題自己決定吧 我就沒問了 之前寫信來說 希望能把下次的donate轉成台幣收到回信 這是舊的10磅 現在已經改版囉 外面是拿不到的 但還是可以用 然後因為英國油資很貴 所以他一封信裡面就寄了兩張 2018新年快樂 馬克信箱真的是我很重要的精神糧食 常常推薦給朋友 但又害怕朋友真的去聽 因為我怕匿名還是被認出來 所以推薦完朋友之後 如果朋友沒有繼續追問 我也不會主動再提起你們的節目名稱 我是一個慢熟的人 通常要認識一兩年 面對面的時候才會主動開話題 不然就是回答而已 但可能是因為我對朋友是非常認真的人 所以真的認定是朋友之後 也會滿努力也很成功的維持住友誼 可能一開始那種純回答問題的模式 讓很多人都不習慣 包括我暑假認識那個很喜歡的男生 我們的相處就是他問我回 他問我回 然後順勢問那你呢 他就會繼續滔滔不絕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喜歡他 我人生第一次覺得自己這種回答模式有壓力 我覺得不行我要改變 有一次 什麼叫做他用完我後很累 用完我後 他用完我後很累 不太想講話 聽起來好情色喔 或是他一整天講太多話了想睡覺 所以他就說 換你說話吧 這時候我發現 純回答模式需要改變 這時候我是不是 要想一些問題呢 但我腦子又一片空白 就像是雅思口試的最後 考官給你題目 還有一分鐘時間思考 然後要你講滿兩分鐘 但不同的是這一次根本沒有題目啊 QQ 對方只說 我想跟人聊解你 然後我們空氣就凝結了10秒 10 9 8 7 6 6 4 3 2 1 他就開口了 哦 呃 我跟你說 我從國中開始有一直聽過台灣的廣播節目 他們在今年收了 他就開始聊我們的節目 他說不過那一天剛好是我身體起來 我情緒很敏感 我就哭得非常非常的激動 開始巴拉拉一直在講輕輕一點一點點 講到男生說 我第一次聽你說這麼多的話 哇哦 但但我猜他可能有點想睡了 所以我就草草結束話題 但就是那一晚之後 我變得在他面前話多了 嗯 很棒啊 真的耶 好 希望2018的新希望之一就是 不要再主動聯絡他 為什麼 因為自從如果我回英國他回中國 因為Visa問題只能偶爾回到我們認識的地方 但又因為Visa問題不能回去巴拉巴等等之類的 只靠WeChat來聯絡 不就是早安晚安偶爾視訊 又時差 這樣好像不如不要之類的 哦他有私訊給我哦 哎呦 馬克哥你的解憂雜貨店線上開張嗎 可不可以 對他有私訊給我 就是說就是這個男的要去英國找他 然後他就是覺得有點擔心 他又不想要只要上床的關係 嗯 所以就是他那個時候有很煩惱跟困擾 就是他想要見 他的確想要見他一面 嗯 可是見面以後感覺就是 對 會被用完了以後 被用完以後他又沒話可說這種感覺 哇靠 他有一些問題要問我 然後還說不用回信 沒關係 不用回答沒關係 你可以回答回郵信封 因為我的畢業論文是在三月底不及 天啊 早就已經過了耶 馬克哥拜託你測自敷衍我也好 做事需要再仔細跟慢一點至少讓東西都對齊吧 哇 平常那麼認真要你回答就不回答 叫你敷衍回答又那麼認真回答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人就是這麼賤 這一封信呢就來自於真的就是怕被人家聽出來 所以他要用畫名 他叫花媽 然後他要跟花勇打招呼 嗨花勇 不是我啦 你叫我聽青尊點點點的 欸我提筆寫信了喔 我就是跟花勇就是約了要吃飯 這個東西就是一直欠欠欠欠 欠到現在都還沒有約成功 我心裡對他是感到十分的抱歉 但是我有記得這件事情的 我之前也是有答應了一位聽眾 因為這位聽眾他請我去主持 匹克幫那個時候的金賞獎 金什麼獎 反正在去年吧還是1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也答應說就是要跟他吃飯 這件事情我也是拖了已經拖了超過一年了 我也一直心心念念的一直念著他 雲安如果你有聽到的話 我每天都在想著你 花勇如果你聽到的話 我希望你主動發起這一場出貨 與其等我 不如你自己來 你就去聯絡一下搶搶 因為當初我們就約說要一起吃飯 約約這樣 花媽呢是因為沒想到馬克欣香 居然做到五十週了 一定要鼓勵你們要donate啊 獎勵一下啊 所以他給了我們一百元 雪雪泥 另外一方面我想跟你們說說小孩的事 我有兩個小孩 一個叫W今年九歲 一個叫Y今年四歲 請幫他們取中文名字 天啊 中文喔中文喔 W 取中文名字 阿你只給我個W W幾歲 譬如說 譬如說你啊 你的開頭就是I開頭啊 那 所以你自己要想出兩個 可是不是他只有單音喔 就是名字會有性加通常兩個字呢 對啊 所以他W他只要單一個名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像是你就是姨妹啊 所以你是I啊 你還是就是I而已啊 你要姨妹 所以如果是W的話 他應該就是講中間的字 你自己要想出下面一個字什麼 喔 男生女生 兩個都是男生 兩個男孩 一個九歲 一個四歲 一個W一個Y W開頭的中文英什麼 文 喔是這個文啊 文道 那就叫他文屁好了 文鄉 文鄉 你怎麼是文屁啊 一個是文屁 一個是文鄉 搞屁啊 然後那Y呢 沒有姨妹其實應該是 也是Y對不對 你是I還是Y 你是I 你是I OK 嗯 Y喔 嗯 油槍 油 油不是Y 欸油 欸對耶 油槍 你如果再有下個可以叫滑掉 油槍滑掉 給我過來 保存在CB小臉 媽媽怎樣 我們是油槍滑掉 天啊 然後呢 欸滑掉 嗯 怎樣 W啊 滑不對還是H啊 喔 對對對 可惡 可惡 沒有有不同的拼法 有不同拼法 可能有W開頭 可是呢 花媽寄信來 她中間少了一張欸 怎麼會這樣 所以就是接不起來 這樣子 中間應該是在講說 W好像開始對女生 女體有興趣 這一回事 然後還說 她從小呢 功課就會一直拖 小一到小三 被安親班盯著 然後沒有發現她的拖延病 小四呢 就讓她參加克服班 老師就只會看功課 不會管有沒有寫完 六點請阿嬤帶回家 那其實我們想要讓W自己規劃時間 會為了鼓勵W希望你可以按時交功課 會說 如果你有按時交一個禮拜 我就給你十塊錢 可是因為W又會把文具弄不見 阿如果你把文具弄不見 你就要自己挖自己的豬公來買 這樣子呢 你如果把功課寫完 就可以賺回零用錢 唉 好啦就是這樣子阿 她說W你要按時交交作業 我們就會送你報紙 為什麼要送報紙呢 因為她對女生的身體感到興趣 然後報紙就會有一些 圖案嗎 女生 照片嗎 她就可以看到一些女生 怎麼這麼奇妙 什麼意思阿 但花媽 因為我最近看了那個一本書 這本書呢是在講這個 她跟她孩子之間的一個實行計畫 這個計畫呢就是她試圖要在六年級下學期 做一個自學方案 就是小孩子不用再去上學了 嗯 然後其中呢當然就會講了很多很多 他們之間彼此的相處 那因為他們家有點特別的地方是 呃 她的兒子是中法混血 嗯 所以她爸爸是法國人 所以她從小呢就是 呃 小學 幼稚園的時候在法國念 小一小二回台灣 小三又回法國 小四再回台灣 就是因為小三回法國那一年 讓孩子就是跟她都體會到很不一樣的 教育上面的文化衝擊 嗯 回到台灣以後呢 她發現為什麼台灣的小學生有這麼多功課 喔真的超多的欸 就是 放學回家 應該就是要跟爸媽好好的相處 要有 就有質量的家庭陪伴時間 為什麼都在寫作業 為什麼 然後呢 那個她的 呃 法國爸爸從法國回台灣的時候 就發現到這件事情說 為什麼我的兒子每天都要寫作業 嗯 為什麼我的兒子不能跟我一起去玩 不能去踢球 什麼都不行 然後她就拿 拿起了那個 兒子的功課來看 看完以後發現 為什麼數學提型明明都是一樣的 你要我出20題 你要寫20題或是10題一樣的東西 類似的都要這樣子 對 然後她就說她這一題已經會了 就代表她所有提型都會了啊 嗯 於是就是開始有一場家庭革命 就是從小時候我們台灣出來的教育 就會覺得 喔就就老師就是這樣啊 就是要寫功課啊 嗯 那如果 可是法國的爸爸就很很很 堅決說 我不要我的兒子寫這種作業 嗯 我不要 我巨寫嗎 媽媽你負責去跟老師公信說 我的兒子不寫作業 嗯 所以就是會有這個衝突產 然後媽媽又會想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製造紛爭 我是可以理解這些作業的確是沒有什麼用啦 可是如果我去跟老師這樣講的話 老師會不會就是會 會在班上弄我兒子 排擠我兒子 或是同學們都一起就是說 那我也 對為什麼怎樣怎樣 會造成很多什麼問題混亂 嗯 所以我覺得看這本書的時候是真的蠻有趣的 那在她的教養方式我也覺得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了小孩 我希望我可以當這樣的父母 你說勇於 嗯 我想你就是這樣的父母 就是不只在於 不只在於就是跟學校的老師 反應這件事情 嗯 還有他反應的方式 嗯 就是不是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怎樣怎樣怎樣 那種恐龍家長 他其實也是會顧到老師的想法 你會不會不小心說 老師你智障是不是 老師你有沒有搞錯 當年大學年考學考幾分 哈哈哈哈 你在那邊跟我移植氣勢 你以為當老師久了 你就了不起是不是 我告訴你 當你連口口氣 對啊 不過念個師範 念個師大你是怎樣啊 我想你必須要先壓抑這些 衝 會脫口出來的言語 才有辦法進行好好溝通 對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他的那個教養當中 他有說到就盡量不要用物質去獎勵孩子 嗯 不管是十塊錢 你今天好棒棒要給你一個棒棒糖 對對對之類的 然後功課這件事情拖延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其實花很多時間在觀察他的孩子 嗯 所以他會有這一些想法 是因為他已經對他孩子很寥弱指掌 嗯 所以他在書中有不斷的說 我不是告訴大家說我的方法就是對的 都跟我做一樣的 對對對 可是因為他看到他的孩子是在寫那個計算題的時候 嗯 他小孩不喜歡被久久懲罰 嗯 他小孩他有自己的那個算法 算法 就是建構式數學啦 嗯 然後他的孩子覺得建構式數學那種思考的方式 很 他不覺得麻煩欸 嗯 就是他的孩子喜歡這個樣子 嗯 所以每次要算一題 就算超級久 嗯 他寫一題計算題 就要花二十分鐘 嗯 那當然是寫不完 嗯 所以那一天就是那個法國爸爸為什麼會出現就是很憤怒說 為什麼這麼多功課 是因為 他就是盯著他的兒子在寫功課 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的爸爸是一個很嚴肅跟嚴厲很嚴格的人 嗯 因為他們就是 雖然我們想像的法國人好像就有點生性浪漫隨便 但是不是就是 他的 呃爸爸的爸爸就是他的爺爺 嗯 是那種什麼全省法國全省的青少年格鬥冠軍 這種就是很嚴厲很嚴厲的人 嗯 所以他爸其實也是一個嚴格的人 然後那一天呢 是因為 嗯 作者他就是有事要出去 嗯 所以就交代說 平常都是媽媽在頂功課 所以那天交代 既然爸爸剛好回台灣 那你就盯一下 你就盯一下 然後就交代這樣子 結果呢就是 他中間打電話回去的時候 然後就聽到爸爸不太快樂的語氣 嗯 爸爸就說 功課寫不完 然後媽媽那時候還在想說 你看吧怎麼樣 讓你盯一天你就知道了吧 當媽媽訂功課有多困難什麼之類 然後說然後就會 他他就直覺就說 你告訴那個 他的兒子叫小福 你叫小福不要玩專心這樣 然後他爸的就是聲音一沉說 他已經 我一直坐在他對面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分心 他一直在寫功課 現在還寫不到一半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 原本的作者他原本還 還在想說 對原本還在想說 你看看 這個很難吧 你看我們家兒子怎樣怎樣 馬上心一沉 因為他知道他爸 就是他先生是不會 那種瞎講話的人 馬上趕回家 飛奔回家 飛奔回家 所以發生這一些事情 對啊 然後呢就是 他的兒子寫數學 他真的是很喜歡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有發現說 的確是沒有辦法 因為老師的應用題 一出出個十題的話 他光寫一題 就要花半個小時 兩題就花一個小時 他是真的是 不可能寫完的 然後 最後他 他就是有用很委婉的方式 跟老師說 就是 因為他剛從法國回來 還不習慣這樣的功課量 因為在國外 小孩是沒有功課的 他們就是在上課的時候聽這樣子 然後 也跟老師 試圖跟老師溝通 然後老師從一開始的減量 到後來那個爸爸 是很堅持很強硬的說 他就是不需要寫這個 一項都不要 我家兒子一項都不寫這樣子 所以媽媽在中間的折中 到後來好險遇到一個 開明的老師 對他就提供這個方案說 好沒有問題 如果就是 你自己有都說OK沒有問題的話 那的確就可以不要功課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方案 就給全班都有這樣的一個方案 然後他後面 他用很輕描淡寫的兩行文字帶過 當然很多人家長聽到這邊就問說 怎麼樣 那他的功課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他是不是就是 等一下就是這樣 他會進步嗎 對我們在做那個填鴨式教育練習 其實基本上 目的就是要我們訓練快 我們要很快可以得到那個答案 然後很快的寫就可以寫完 那小福這一種就是 一題解一題要解那種30分鐘 你考試一定死的啊 他數學考試 從來沒有寫完過 就算都答對 但是從來沒有寫完過 所以你可以想見他的成績不會好 所以他知道很多讀者關心的就是他的成績如何 所以他也講了說 我 我不敢 我不敢就是 我沒有要大辣辣的說我們的成效如何 但實際上的結果是 自從他不寫功課之後 他的成績變好了 可是我沒有要宣傳這件事情 我只是想跟大家 就是跟所有家長說 你必須要去了解你的孩子 他是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 今天馬克星陽結尾也太正面了吧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我們的初衷 我的信聖好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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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